我大学刚毕业准备租房子 这两天看了一个中介 房子是950 我就是那去签合同 他说让我先把电金给他 我就给他交了电金 想着也没什么事 结果他就每天都发信息骚扰我 就说你是单身吗 然后一个人住害不害怕 哥哥可以陪着你什么呢 我的电金在他那里 我就忍几天吧 合同签完了以后 也就没啥事了 结果到了签合同的时候 让他突然把价格给变了 涨了好几百 他这样是不是坐地提价吗 对他就是坐地提价 我就跟他好好的说 我刚毕业也没这么多钱 实在拿不出来 然后他就突然握着我的手 动手动脚的 他就说你再考虑考虑我 如果你跟了我之后 你这个中介费也省了 然后房租还能便宜好多 就慢慢地越说越倍得越近 把我吓了我赶紧就跑了 跑了之后 我就找他退那订金 他说你这房子没做 算我是李渔 然后现在我这订金也要不回来了 没关系 就是跟你耍流氓 然后你不同意的时候 他连钱也都不给你了 对 然后这还有他的一个聊天记录 就是当时骚扰你的是吗 对 行 这样的话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 微信号连移方式都给到我 我到时候联系到你 好吗 好的 行 那麻烦你了 太感谢了 不用怕 谢谢 就这个房子 对 突然就有家人都冰箱 都有新的 看了电脑的迷路 在吧还可以买到电脑 还有这个电脑都已经提起 你晚上没收到电脑 那挺好的 对啊 你是单身吗 对 我自己一个人 是外女过来的 对对对 我准备上大学 想但是要附近组个房子 行 然后你先坐吧 好 哥 咱公司名字是什么 是不是会合成的啊 咱公司名字叫 中介 保证正贵 哥 你看 那么咱这边房租是怎么算的呀 两千二 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啊 这个价钱已经很低了 这边要是特别高的话 我这边生活费就有点困难了 明明了 这样吧 我留你两千什么 我不给你走公司 咱走私人 我今天现金一共就带了两千 行 妹妹 这套房子 压一处三 两千块钱 你留下给我做定金啊 剩下的你下午给我送过 好 行 那哥 我先走了 谢谢你啦 那你这样 哥 那样的话 我现在先把钱给你 嗯 慢点哈 嗯 哥 你好 好 这是七钱 这边多 这钱都是小事 不用说 先放这 妹妹 哥 也确实想帮你 但是吧 现在这个行情一千住戒费嘛 确实少了 只能收两千 不是哥 你这样的话 我上哪儿再去找那一千块钱 你本来的 还没没 这样 哥哥也确实想帮你 哥哥先给你把钱垫上 嗯 你看啊 今天晚上 哥哥留下陪你 反正你自己一个人 也挺孤单的 是吧 不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妹妹啊 像你这大学生吧 哥哥垫多了 就是哥哥想帮你了 你不要害怕 哥垫想帮你 你不要害怕 你这样的话 我这房子我不做了行吗 我也不逼你 这钱你可以拿的 但是 那两千块钱 算是违约金 那我不能退你 不是那两千 咱还没钱合同呢 这是个中介费 咱走的是流程了吧 和那个合同没关系 哥哥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听懂啊 妹我就给你点拖了行吗 一个人在外面上学 有的是个女生 你跟着哥 哥带你过好日子呢 总比你一个人强是吧 我刚才误会了 我就是想租个房子 行 你不租 哥也不勉强你啊 两千块钱中介费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哥哥那我们也商量一下 你这两千要不退给我的话 我也很难找房子 这个真的没话商量 没有 你这样跟我 我我想一想行不行 那赶快考虑一下 那赶快考虑一下啊 那我看看还是要 那赶快 哥那我这边想好了 我要玩了 房子就租吧 你想好了是吧 你想好了是吧 就他妈打那么多 我这边感冒了我 哎呀 哥不好意思 你喝不饿 你喝不饿 哥你要不然去洗洗我 小龙爷在喝好休息 你那么 equipped 好喜仇 厂监 何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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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今天浪哥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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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大小猫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来这套 哈哈哈 我害羞啊 就这么自动吗 你要到哪去啊 小宝贝 啊 我管他 但是这个弟喜欢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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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干嘛 我干嘛 我不想干嘛 把你准备一份大的铁 你给我滚 小人 你像谁滚啊 像五三三姐不是跟咱们说过 是什么XX的中介是吗 去往四路之家店的消息 然后把他们老板叫过来 哎 李总 你看你看你干了什么呀 李总你听我说呀 别说了 赶紧滚 不要打个公司 李总你听我说 赶紧走 让你滚 李总 你去啊去啊 姑娘之前给过那张八蛋两千块钱 我们这边也套两千块钱 你送她的工资里面 我不管怎么扣 你扣出来四千块钱给他们 我们不一分多有 但是绝对不能少一分 可以吗 好 谢谢 丢不住你 我把她公司全部扣了 全部给你 叔不用 你就把那两千给我就行 然后我再找别的房子 先那个房子那你肯定交给我 不就行 好 然后她今天晚上正好没地方住 您看这个房间 能不能先腾给她住一把 该多少钱 咱们多少钱 没问题 现在住吧 这钱就不用了 这毕竟是我们公司的问题 谢谢啊李总 这个您也赶紧回去 把那个 累人生物体吧 让您给它解决掉 啊 以免别给公司留户关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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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年轻人啊 在一个城市里面打拼 我还是有一句话 就问您说 世界太暗 童话太假 人性太黑 但是你能做 就是别让自己太傻 行 我觉得经过这次事 你肯定也担心了 也害怕了 然后女孩子在那边 毕竟要好好保护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没事多给自己留个心一点 其他的事也不够担心了 好 我记得谢谢女生姐 没关系 谢谢小乐 姐 真是麻烦你们了 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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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